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大家好 我是小明 近日韓國國防部說到十年以來最龐大的軍演 會去到我們中國家門口黃海舉行 順便去慶祝他們人村登陸73周年 但韓國方面強調黃海軍演 但美國方面只派了一架航母過來 而美國這次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 這麼遠水路走到我們中國家門口黃海 只留下五個小時後便啪啪屁走 究竟在背後他們在怕什麼 我們稍後回來就跟大家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也知道接下來是中秋節 我們香港青年也有一個月餅優惠提供給大家 近日大家在香港青年社群上看到一個post 在社群上有一個大眼睛頭的優惠券 大家只要下載了優惠券 又或者CAPTO就可以 憑著這張優惠券可以用一個128元的優惠券 來買一個原價298元的陳皮月餅一盒 詳細的領取方法和地址都會在社群上寫了 若然大家有什麼不明白 就在WhatsApp上問一問大眼 大眼WhatsApp是93483961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和訂閱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還要記得幫我們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影片 最近美國原本計劃在黃海做一個軍演 其後改了一個位置 就在韓國的西部海域做一個軍演 為何會有這個決定呢 雖然消息由韓國方面發佈 但看怕在背後是美國指使的 其實單下地點方面改變了 我們就可以見到 美國現在是選擇去逃避跟我們中國正面衝突 本身這個黃海軍演 就是打著一個美韓家三國 紀念人村登陸73周年的旗號 而韓國方面今次這麼高調紀念所謂的人村登陸 韓國是非常之期待的 期待美國大哥幫他撐一撐腰 派一百幾十隻軍艦過來 跟他們撞撞膽 但事實就是美國最後只派了一隻軍艦過來 而美國派過來的那隻是一個兩棲攻擊艦 勉強來說也算是一架準航母 但要留意在這個準航母上 是沒有任何一架艦載機的 即使這架航母是一架空殼航母 除了美國派了一艘準航母之外 加拿大方面也派了一架護衛艦來 加上韓國仔的一架護衛艦 總共三架艦艇 聽起來這次艦艦的規模 跟他們所謂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軍艦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再說這三隻軍艦來到黃海 在那裡只逗留了五個小時 預期說他是一個軍艦 不如說他拍下之後就給船員吃午餐 然後海軍出來拍照打卡就算了 但看來根本做不成什麼實際戰略意義 但對著美航家三國的挑釁 我們中國的解放軍也馬上做了一些回應 就是在他們美國進行黃海軍演的期間 我們中國解放軍就派出了很多軍艦出來 就來了一場一連四日的真真正正的軍演 不但可以展示我們中國的實力 兼且對美國做出一個強烈的警告信號 就是跟你們美國佬說到 若然你們美國真的踩到我們中國家門口的話 我們中國是不會示弱的 我們是會堅決捍衛我們國家的領土和利益 我們今次解放軍以山東艦為首 在海面上帶著28隻戰艦直衝西太平洋 既然你們美軍可以來到我們家門口的軍演 我們解放軍一樣能夠去到你們基地的門口軍演 而今次這個行動解放軍是兵分兩路 一路在台島的南面穿過巴士海峽直奔西太平洋 而今次山東艦還打仙頭部隊 在台島的60海里水域附近向東航行 台島有些媒體還說這次是解放軍來台島最近的一次 為何說到最近的一次 而上一次山東艦距離台島是大概200海里 而今次還直逼台島 剛剛說山東艦是打仙頭部隊 山東艦經過之後 沒多久後面的20隻軍艦又出現在台島附近 同樣地都是直奔西太平洋 總之兩個編隊一路向北一路向南 到最後差不多同時間去到西太平洋 至於有什麼目的 有可能這些軍艦就會在遠洋會合再作演練 但從公開資料來看 這麼多艘解放軍的新型軍艦 一起出現在西太平洋 應該在歷史上都是第一次 上一次有這麼大規模的海軍出擊 應該要數到2016年的南海對峙 有些人說到會不會不單止是解放軍艦和航母 還會不會有些潛艇提前出發呢 一來就想幫海面上的艦隊去探探路 二來還可以組水下防線 說真的如果真的要實戰的話 美國又真的帶著軍艦和盟友的軍艦 來到我們的黃海又或者是東海 我們的解放軍海軍就可以派少數的艦隻 既可以監控又可以牽制 因為黃海是這麼近陸地 再配合陸機導彈 就可以完全消滅到美國帶來的軍隊 而我們解放軍的海軍主力 就可以直接包吹美國的背後 形成一個好像包餃子的狀態 還有再說美國的航母戰鬥群 很大機率會去西太平洋 因為黃海和東海距離陸地太近 那裡不適合與美國交戰 只要我們在西太平洋提前攔截美國海軍 再將戰術布置在西太平洋 因為那裡才是真正的戰場 所以這次軍艦正正是給我們提前的演練 去應對將來真的要面對美國海軍要來的時候 還有說回這次韓國所謂的黃海軍艦 為何美國不願意派大部隊來到黃海 不單止是不想幫韓國搶搶腰 可能美國是很害怕一件事發生的 首先就是黃海水域不太適合大規模的軍演 因為黃海水域是比較狹窄的 無論是大型的航母、潛艇 都不適合一大堆聚在這裡 還有真的要在這裡進行大規模的軍演 多麼容易被我們中國監視 對於美國方面來說是一個得不償失的行為 而其次就是好像我剛剛所說 美國不敢在黃海部署大量海空兵力的話 就是怕我們的山東艦編隊來一個出其不意 就以我們現在的山東艦為例 我們的山東艦航母編隊已經進入了西太平洋 暫時這個大型編隊的目標還未知道 是不是真的會靠近關島也是未知之數 看來這個時段美國也沒有空閒 再去搞什麼黃海軍演 因為要向黃海投入一些力量 可能到最後就是他們的基地被人襲擊 再說這次只不過是韓國的虛榮心發作 想著人家會幫他慶祝73周年登陸活動 你真是想想好了 而最後美國就是怕今次的軍演 會被我們解放軍去包餃子 因為大家都知道黃海地理位置就是渤海灣和東海之間 若然美國和韓國投放大量海空軍力量 我們的解放軍就會在東海進行一場大規模的軍演 再配備在陸地上的陸機戰機和武器 到時韓國和美國就真真正正成為了一隻餃子 不過這樣說韓國仔今次邀請美國大哥去撐腰 美國那方面又不能夠不給面子 想著隨便派一隻準航母就去應付一下 所以美國那方面就是因為這幾個原因 就搞到這次韓國仔這麼期待的黃海軍 已經變成一個鬧劇了 說真的我們黃海海域 並不是說你們美國想入就入 你們真的派到一些海軍過來 到最後你們會變成什麼 活靶子 其實美國人他們都明白 我們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的中國 美國想憑著他們那幾隻航母 來到我們中國家門口耀武揚威 這些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 其實我們放眼整個亞太地區 面對著我們中國現在日益強大的軍事力量 美國他們無論是海軍還是空軍的優勢 可以說是沒用的了 若然美國真的要一意孤行 和我們中國搞對抗的話 到最後損失的可能會是你們自己 好了今天我們香港青年頻道的分享 就到此為止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 拜拜